看印度神话时往往会看到一个词儿,正法 正法是什么呢?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这个每个人不仅包括屏幕前的观众,也包括故事里的角色 比如《摩河婆罗多》中的皮士摩和沙公尼 他们心中的正法肯定又没有多少共通之处 但一部作品要表达的正法,相信是有些定义的 所以这次一课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正法是什么 欢迎大家随时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大多数人认为,正法一词来源于梵文达玛 我国古代的僧侣和学者直接将它音译成了达摩 现代学者则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词语,正法 回到开始的问题,正法到底是什么呢? 学者黄宝生先生认为,正法的含义比较宽泛 兼有法律、社会责任、宗教戒规和伦理规范的意思 他的核心是王法、四种性法和人生四阶段法 学者刘安武先生则指出 印度的正法比较接近于汉语中的天道、大道、天理、天职等词的含义 中国的天道没有出世思想 印度的正法则有系统的出世法 这是中国天道与印度正法的根本差异 也有人总结说,正法可以看作自然界的本来规律 和人们遵循自然法则而产生的思想言行 这是不是又有点道法自然的感觉? 在印度教思想中,正法的地位与至高神的地位几乎是等同的 所以在众神之神系列中可以看到 三位之高神不断地在为正法行动 而魔后婆罗多中忽视神化神奎什纳 在讲述自己降世时说 一旦正法衰落,非法滋生蔓延 婆罗多后裔啊,我就创造我自己 为了保护善良的人,为了铲除邪恶的人 为了正法得以确立 我在各个时代降生 可见,所谓正法必须体现神的意志 神也是正法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这样的正法始终是外在于人的一个框架 而不是内在于人本性或人性的诉求 所以这也为本句确定了正法的基调 至高神,无上我 最高范的代言人奎什纳,所言即正法 但对于一无所知的人类而言 他们奉行着不同的正法 正在每个人的立场都有自己的说法 正是这样的情况,才让老师恪守正法之人被正法束缚 灵活利用正法之人则随意兴风作浪 所以至高神才要化身降世重塑正法 为了让人类理解正法 奎什纳提出了关键的一点 同情是正法的根基 以此为根基的行动则会受到赞扬 抛弃此根基的行动则会被唾弃 而摇摆不定之人则会受到批评 大到皮是魔,小到激昂都被奎什纳教导过 那同情又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从人类的行为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比如正法之子奸战 我好像之前没有详细说过为何称其为正法之子 首先大家都知道奸战是研磨之子 作为一名公正执法的天神 研磨被称为法王或正法之神 祝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了 所以奸战被称为正法之子 父子俩曾有过这么一出戏 我在讲解室跳过了 在十三年流放期间 有一天五种去为大家打水喝 走了不远就看到一个清澈的湖泊 烟雾缭绕犹如仙境 他取完水后遇到了神秘力量的偷袭 待步军与邪天找来时 见到他已经断了气 步军察觉到邪恶力量作祟 刚转了一圈回来 邪天又没了呼吸 接下来步军遇袭 不久后阿周纳找来 只看到三兄弟莫名死去 他认为中了幻术 要用武力破解 可是对手实在太厉害 前站等了好久不见他回来 也寻了过去 看见四个弟弟全躺平了 这个大哥意识到 这里有股强大的力量 于是盘腿一坐 我从不与无名之辈作战 请现身吧 我既不怕你也无意冒犯 请现身吧 这股力量试探多次 见他非常坚定 于是凝结出一个实体 自称是药叉王 这片湖泊是他的财产 你的弟弟们侵犯了我的财产 才惹来杀身之祸 最后他对邪战提出一系列问题 只要他能答上来 就可以复活其中一个弟弟 也只能复活一个 邪战回答了药叉王的问题 令他十分满意 于是尚监战选择一个弟弟复活 监战考虑两久 选择了五种 药叉王却一直在劝他 选择布军或者阿周纳 因为这俩弟弟 要么强壮无比 要么精通战斗 都是他未来复国的重要力量 监战解释说 因为他的父亲有两个妻子 生母贡地生了三个哥哥 数母玛德利生了两个弟弟 而他对两个母亲一视同仁 有他在 贡地总算还有个亲生儿子 如果双子都死了 那么玛德利妈妈就没儿子活着了 所以他才决定选择最小的团宠 五种复活 原来这是正法之神对儿子的考验 监战现在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 直到将来必然会有一场大战 却放弃了战力最高的两个弟弟 而选择了五种 这对于数母的在天之量而言 是多么大的安慰呀 这种选择正是基于奎什纳所说的根基 同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同情 看我讲的口干舌燥还不 那啥一下 而在前年 我认为最好看了一部印度短剧 《地下世界》中 主角在找回自我 坚定信念之后 像剧中的反派 也讲述了监战的护士 即摩托波罗多的最后 监战带着一条狗 登上雪山之巅 天地亲自迎接了他 但只让他登上天国 要将那条狗抛弃掉 但是这种狗抛弃掉了 但他没有人中的狗抛弃掉了 他没有人中的狗抛弃掉了 这段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再加上本剧结尾处 主角投喂野狗的情节处理上 立刻让我给这部剧打了五星好评 而那个故事中 奸战永远放弃生入天国 也不愿扔下忠于他的狗子 这一行为恰好让他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 一个连忠实于他的狗也不肯背弃的人 他会背弃人类吗 奸战的同情心自始至终贯穿于全局 但他对邪恶的同情也反噬了自己 最终当这个老好人不再对舅舅沙公里有一丝同情时 也标志着新世界的诞生 政法的重塑 这正是奸战希望看到的 一切合乎人性的 人道的 善良的思想感情 毕竟是人类最根本的东西 而那些残暴的 冷酷无情的行为举止 作为一种平衡的反作用力 必要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 超过这个限度 就会被人所唾弃不齿 这就是大使师或明或暗的 给人的启示和所做的结论 也许一些观众不理解奎士纳 对政法的灵活运用的根源 正是因为对同情的不理解 说句题外话 我觉得这里的同情也包含着共情 自从做了up 我才发现如今网络上 似乎能让共情生存的土壤 在不断减少 而在《伯加凡格》篇 奎士纳所诉求的主要思想根据 是印度教的灵魂不灭 与轮回转世学说 既然灵魂不死 且能转世 死亡仅只惯户于肉体 而不危及灵魂 那么战场上杀死对手 也就仅是使其实现 又一次灵魂转世 此即所谓杀即非杀 因而在面临战斗之际 对于生灵的过度悲悯 就不仅是怯懦 也是愚钝不明 战争既已势不可免 只要有政法的护持 就必须勇敢断绝地投入 然而在《一三版》剧中 奎士纳已经尽量用普通的语言 来向阿周纳 也向观众解释了 这其中的行动语家 并再次以至高声的立场 为政法背书 作为全剧的精华 这一篇章确实给了一颗极大的震撼 我曾与朋友聊起印度教 看待死亡的态度 感到对我这种胆小怕死之人 提供了一种安慰和鼓励 从小我就在思考生死的问题 尤其是当身边的亲人离世后 我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感 甚至时常也不能昧的思索 我到底是什么 我为何产生又为何死亡 死亡后又会如何 这种思索在大学期间 我曾通过学习唯物主义 以理工男的思维 说服了自己 但对我来说还是治标不治本 随着年纪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 我又重新思考起年少的疑虑 我在世间停留的时间越久 眷恋就越多 欲望也越来越多 如何能放下一切坦然的面对死亡呢 这再次成了一个问题 好在看到了摩河普罗多 让我内在精神的秘密花园 得到了一些滋润 也更能理解一些说法 比如奎什纳说 我们都是神的工具 最终一切本我都要回归无上 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固执的 无神论理工男来说 理解这些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 所谓何而不同 理解也不一定表达的是赞同 只是人类常常自认 并非理性的工具 感性的思考 更是人类自我更新 所不可缺少的 尽管有人说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但我们却无法停止思考 不然那句话怎么来的呢 好像扯远了 咱刚才聊了政法和同情 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 也都会有了自己的理解 当然 魔后婆罗多所表达的内容思想宏大 深刻惊威 我也是十人崖慧略表着剑 希望能抛砖引玉 请大家畅所欲言 下次再见 过年了 不给个意见三连吗